1 2 3 茄子 这是一台一次性成像相机 我们打开这里的开关 然后给它放上相纸 我还是自拍吧 要等一会儿它才会显影啊 这是一台照片打印机 你可以给它在这里装上这样的相纸 然后通过蓝牙把它连接到你的手机上 你可以把你手机上的任意一张照片打印出来 这是一台数码相机 它是不能打印照片的 但是它有一块显示屏 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来构图 对焦 以及回看你拍摄的所有的照片 这是富士最近推出的Instax Mini Evo 从某个角度讲 它是我上面说的这三种类型相机的一个集合体 因为它既是一台拍立得 也可以打印照片 同时它还带了一块显示屏 那这台相机用起来到底怎么样 它有哪些致命的缺点 以及是否值得购买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会详细地向大家分享 关于这台相机的真实使用感受 视频最后还会跟大家聊一点 我关于帕利德的小小的思考 希望你可以耐心地看到最后 这个照片显影了 富士Instax Mini Evo的体积其实并不小 但是拿在手上的感觉是非常轻巧的 我觉得即使是女生也可以非常轻松地拿着它出门进行各种拍摄 它的这个造型有的人非常的喜欢 有的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样子货 那我作为一个富士X100系列的忠实用户 我当然是前者 我非常喜欢这个造型 我觉得这台相机即使不拿来拍照 你把它作为一个摆件放在各种地方去使用的话 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这个相机造型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拍摄的攻击性会非常非常的弱 因为你在外边拍摄的时候 突然拿出来这样一个相机 大家会觉得这是什么玩具 就会放松警惕 不会觉得你是拿着一个专业的设备在拍拍拍 所以这个就会让用这个相机拍摄的人 那个心理压力这样的非常的低 那跟通常的数码相机不太一样的 就是这个Mini Evo的开机键 在这个相机的前方的右下角的这个地方 那刚好也是你双手手持相机的时候 这个小拇指所在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开机 那开机之后它这个屏幕就会亮起来 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来构图 或者是回看你拍摄的照片 但是这个屏幕我想说的是真的非常的拉垮 官方对这个屏幕的描述是 这是一块3英寸TFT彩色LED显示屏 像素是46万 如果你对这个参数没有概念的话 你可以回想一下大概是十几年前的 普通的手机的那个显示屏幕 而且这个屏幕基本上可以激起你能想到的 所有关于屏幕的缺点 我给大家数一数 一 户外的显示亮度极低 二 这个屏幕会有镜面反射效果 三 它的可视角极差 就是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屏幕是被装在一个专业的数码相机上的话 一定会被大家喷死的 但是当这个屏幕是被装在一个1000多块钱的拍地得上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真香 就比如说我的这个保雷来相机 它虽然也带了一个这样的光线取景器 但是你每次用它去取景的时候 你实际看到了那个画面 跟你按下快门拍下来的那个画面 它是有很大的偏差的 就很容易拍出一张废片 你需要不断的去练习那个构图 去猜它到底实际拍到的是什么样子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 这个就是拍里得的魅力 你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你不知道最终会拍出怎样一张照片 有惊喜也有惊吓 我表示非常的认同 但是我今天这个视频 更多的还是想站在一个普通的新手的角度 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拍里得 它更好用也更省钱 那这台相机使用起来 其实会更加接近于一台数码相机的拍摄体验 你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去设置曝光补偿 可以设置自拍的倒计时时间 可以开启闪光灯 开启微距 设置白平衡 甚至可以进行变焦 虽然我不是很建议你这样做 但是这个相机在设计上 还是跟这个数码相机会有一些区别 需要你花一点时间去习惯 就比如说它的按键的排布是竖着的 每次你横着拍完照片的话 你就要竖过来去进行操作 竖拍的话 我其实更喜欢用这样的姿势去拍 但是你这样拍完照片 你转过来去操作的时候 它的照片就是反着的 然后它的快门键 其实手感也比较一般 有很多时候我只是想办案一下 返回拍摄界面 它就拍了一张废片 不过它的自拍体验还不错 有一个非常广的自拍镜 这边还专门给你加了一个 用来自拍的快门键 可以办案对焦 按下去就可以拍摄 这个相机在拍摄的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法 就是如果你旋转相机镜头 这里的金属环 你会发现你可以切换相机的 镜头拍摄效果 一共有10种 而当你去拨动相机 左上角的银色的转盘的时候 还可以在10种不同的 交卷风格之间进行切换 也就是说 你一共有100种不同的 画面组合效果可以去使用 这个可玩性还是挺高的 当你找到你自己 比较喜欢的拍摄效果之后 你也可以按下加号键 把当前的配置给保存下来 收藏起来 来后边快速的读取 富士还在相机的顶部加了一个很小的银色的按钮 你按下之后 它就像一个后目键 让你快速的恢复到相机的初始的设置 对新手还是挺友好的 这个相机跟其他的拍立的用起来 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你不需要心疼相纸 因为当你按下快门之后 它拍下来只是一张数字版的照片 你可以删掉它或者是留着它 可以打印它也可以等等再打 反正所有的决定权都在你这边 用它去打印照片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先自拍一张 123茄子 当我们拍好一张照片之后 你只需要选中这个照片 然后拨动扳手 这个扳手很像胶片相机上过卷的扳手 拨动它 我们就可以 它会提示你该装相纸了 这个是我前段时间用专门买了一包相纸 我买了三盒是110 所以一盒大概是30多块钱 这个样子 这里面有一颗旧的 黄色的标志对齐 放进去 盒上 它也会出一张这种 就类似于测试的 OK 我们再试一下 选中我刚才拍了这张自拍 然后拨动这一点 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 准备打印 请稍后 还挺有仪式感的 就是它动画这样出来之后 出来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拍立的魅力 关于这台相机的实际的成像效果 我也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些这种对比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炞约 大概是1个银 一三千 一 Mark 我们再次拍一张照片 你 一面 去 那这台相机也支持通过蓝牙 给你的手机连接 成功配对之后 你可以解锁下面这几个新功能 一 把你手机中的照片传到相机然后打印 二 把相机上拍摄的照片回传到手机 三 用手机来无线的遥控你的相机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很多不合理的设计 首先 你只能传输你打印过的照片 而不是你在相机上拍摄的所有的照片 这个真的很诡异 如果富士的产品经理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比我们买更多相纸的话 我只想说你相牵相缝了吧 其次即使你去传输你打印过的照片 你会发现你传输的不是照片的原始文件 而是一个分辨率很小的 长得像拍立得一样的很迷你很Q的照片 虽然它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你都有这个原始文件了 就不能给我嘛 那后来我尝试用这个数据线 把这个相机跟这个电脑相连 我看能不能用这个数据线来读取我拍摄的照片 结果我意外的发现这个接口 它真的就只能用来充电 是不能用来传输数据的 所以没有办法 我只好把这个卡从这个相机上取下来 插到读卡器上 把读卡器插到电脑上 终于获得了我拍摄的这所有的照片 所以经过上面这些操作之后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的把你用这个相机拍摄的这些照片 发到网上发到朋友圈的话 你还得随身带一个手机读卡器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bug需要大家注意 这个机器在不插卡的时候 照片会被保存在机身的存储上 那鉴于这个相机 它是无法通过数据线来读取机身上的照片的 所以如果一开始你没有给这个相机插存储卡 然后又用它拍了一些照片的话 那恭喜你 你将痛失这所有的照片原片 那至于这些数字版的原片的成像效果 大家也不需要抱太高的希望 就是我觉得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前的 这个拍照手机的这种成像水平 不过富士很慷慨的 就保留了所有的滤镜效果和这个胶卷效果 同时也去掉了那些日期水印什么的 这个画质我觉得用来发一个朋友圈是可以接受的 但跟这个严肃创作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顺便说一句 就是这台相机的续航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满电状态下我连续拍了三四百张照片 这个电池还没有掉一格电 那电池用光之后充满电是需要大概一个半小时 这个充电时间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因为这个相机它是没法换电池的 所以如果你要带这个相机出一个远门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带一个充电宝来随时给它补能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台拍里的 它不是一台专业的数码相机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相机 学习摄影或者是进行这种创作的话 它肯定不适合你 老老实实地去买富士出的那些数码相机 顺便说一句 你可以去我的主页看我做了一些关于富士相机的评测 都挺好看的 其次这种形态的相机其实富士之前也出过 叫做Leaply 也是有屏幕可以打印可以拍照 不过我觉得无论从外观还是从玩法上讲 我觉得这一台mini EVOL 其实更让人有那种拍照片的感觉 我其实会更喜欢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相机非常适合用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记录 帮你拍下一些有趣的瞬间 非常感人的小的碎片 而且用它拍摄的话 你不需要掌握太多专业的摄影知识 也不需要懂后期 它就可以像用傻瓜相机这样的去使用它 拿起来就拍 携带也方便 可能不知不觉间 你就用它拍下了很多宝贵的回忆 顺便说一句 如果你要买的话 千万不要买那个礼合套装 送的东西都非常的不实用 建议大家把钱省下来买相纸 这个是戴戴最近做的一套相册 她从我们认识这四年多拍的上万张照片里边 挑选了三百张照片 把它们打印成了实体版的照片 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 放到了两本相册里边 在这个数字时代去制作一本纸质相册 我觉得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因为你要观看所有的这些照片 还有一张张的去给他们排序 其实挺麻烦的 但是当我拿着戴戴辛苦做了这个相册 认真的去看这里边的每张照片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体验是跟你在手机上去看 那个数字版的照片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当这些照片被这样捧在手上观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们变得更私人更具体 它们有触感带有温度 甚至会记得一下人类使用的痕迹 虽然没有数字世界的那种高效 但是它们可以给我一种更安静更安心的阅读体验 在某一刻我觉得它们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而从时间的维度讲的话 一本直视相册也可以轻松的打败你的手机 打败你的电脑 打败你所有的存储设备 它们甚至可以活得比你还要久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